如何升起真实不退的信心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 问,弟子对念佛法门起初特别有信心,但是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,慢慢的好像没有信心了。 请问如何升起真实的不会退失的信心呢? 洪海法师答,这个现象是所有佛弟子的通业了,刚入门的时候,真的是每天都充满希望的说,愿生西方净土中,如影随形一样的法喜,慢慢的随着我们个人阅历的增长。 实际上就是被生活中的烦恼分别心不断侵蚀着,使得我们的道心越来越淡。 这也说明,我们过去生的上根没有修足,修圆满。 当然,这位同修能够有这样的反省,也很不错。 实际上,不仅仅是对佛法的信心需要我们不断地加行,就算是我们世间的财富、地位、饮食等等,这都需要加行。 也就是说,我们的福报需要不断地培植滋养,我们才有这个福能现象。 如果一味地享用福报,却不去培养增上,这个福报慢慢的就不足了。 那么修行更是如此。 怎样在修行中加固增上信心呢? 我讲以下几点,一是要多行佛事,多赔福德功德。 比如说布施、供养、放生、印经书等等诸如此类的。 所有的功德理念,布施一定是第一的。 大家不要以为一说供养,就是佛门要钱。 实际上这是培养我们的舍心,这是对治我们凡夫的自私贪着心最有助力的方法。 你通过虔诚的布施供养带来的法喜,就能给道心不断地充电加油。 如果说你有愿力的话,首当布施。 所以佛说六度,以布施为第一。 我们的宗教情怀,对三宝的信心,乃至不断修行的动力,都从至成恭敬的,如法的布施中吸取营养。 哪怕我们只是在世间喜欢做慈善,如果能带着佛法的知见和背景去做,那么功德就不一样了。 二是要观察人生。 你的人生阅历中,不能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,而是一定要观察人生的生死问题,无偿的问题。 如果说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慢慢没信心了,那可能你的日子过得不错,至少是风平浪静,甚至是悠悠哉哉的。 但是这时候你去看看旁边的其他人,一定会有人在这个世间的无偿中一直给你研发。 我们从别人的因缘中,从别人的生老病死这些现象中,吸取到处离这个悼念的作用。 要想到,这些情况,终有一天我自己也要面对,也会死亡。 我们承认有死亡,说自己相信自己会死,但实际上,我们从来不去想我一定真的会死。 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打点我永远都不会死的这种状态中,一直进行着。 三是要对三宝生气纯真赤诚的心,要时时刻刻围绕在三宝功德周围,生气出离心,求往生心。 这种心态就像是吃奶的小孩不能离开母亲一样,时时刻刻,一直不舍。 四是要齐请佛菩萨加倍。 你的心越成,菩萨的感应就越通,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足。 正念也会越来越清明,慢慢地就会进入良性循环。 希望你能重新开始,每天把自己的道心洗刷一遍,让它保持新鲜,提起正念来。 如果有闲暇,就多读颂大成经典,特别是净土的经典。 一定能在经典中得到这个信心,信愿的真实感会升起来的。 如果真正要讲不退的信心,依照通图的修法,必须修到实信位才可以。 要达到这个信心质量,一般来讲要修一万节。 所以,你想要不退的信心,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。 但是也有一种方法,确实能够让信心不退。 那就是经典中说的,只要的闻阿弥陀佛的名号,就入究竟不退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